台六十一线西滨公路苗栗新普段被称为是全台最美景观公路 苗栗县政府规划开辟城休息站 日落大道第一期工程景观台已经大致完工 针对地方争取要推动第二期工程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特别南下考察 建议连接白沙屯周边的交通及景点来完善整体规划 以鲜艳色彩国柜屋设置成可眺望海景的景观台 为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通宵新普联络道 日落美景被称作是全台湾最美景观公路 而为解决聆听牌照的乱象并扩充休息设施 苗栗县政府以1200万设置第一期的工程 而景观台目前已经施作完成 如何发挥观光的效益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特别南下实地会刊 以听取地方需求 文化局这边有争取了一个日落大道的景观平台 第一期目前是说已经接近晚工了 当然还有第二期 除了日落大道之外 这个工程景观的平台之外 可能还要配合我们白沙屯的宗教文化园区 目前宗教文化区 只听楼梯响不见得下来 我们赶快 日落大道景观台完成水电装设 后续会点交给通宵正公所管理 在决议开放的时间 而针对第二期工程 应牵涉到私人土地 所需经费至少要1亿元以上 委员会建议做通盘考量 刘世芳招委 他特别着急的交通部各单位过来 那主要针对的是我们通宵日落大道 那这一期的工程 那当然普遍乡亲会反映说 如果因为一期工程只是在这一个 比较片面的 有限制性的这样的空间里面去做 应该要加大它的格局 所以刘委员也特别在建议 在县府这边呢 我们另外再去进行一个 比较这样的整体性的思考 然后再来跟中央争取相关的预算 日落大道二期工程 将纳路白沙屯文化园区推动计划 并以拱天宫作为中心 此外交通部远诺 南侧联络到新闭 以及兵海道路的拓宽工程 以交通建设要连结观光资源